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政治评论员刘青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聊一聊美中贸易战也好 还是香港问题也好 甚至现在在台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 这个选举问题也好 都和中国有密切的关系 和美中之间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怎么看 今天我们要求刘青先生 为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刘先生 第一个问题要请教您的 那就是现在的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大家都认为说 现在看来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 能够让的也就这么多了 你说我收回了反逃犯条例 这是我所能让的最后的底线了 显然看来中央政府也不准备让什么 特区政府也没法让什么 也没法让什么 可是学生们的抗争依然不断 就在过去的一个周末里面 依然在很多地方 在香港的很多地方 还是爆发了警民之间的冲突 甚至我看到一些平民也遭受到了殴打 不是被警察抗打 他是配方 是游行的孩子们抗打 黑衣人 黑衣人 黑衣人抗打 一场没有任何可能结果的抗争 为什么还结束不了 是 你怎么看 这个香港从6月9号就开始到现在 我们做警民已经超过100天了 对啊 已经四个月了 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下回顾了 整个过程分几个间 第一步呢 一般的认为是 他们是针对这个逃犯修例 对啊 然后呢 在表达抗议诉求的时候呢 后来应该算是 好像是出了隔 好像是按捺不住那情绪 有些情绪化的爆发 但是一百多天过来 我们看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他们一开始 比如说攻击 这个冲击这个立法会 围攻中央那个驻港机构 驻港机构 然后这个 然后逐步的 瘫痪机场 阻塞交通 到现在 已经好像进入一个 这个常态化和更越来越 这个形势越来越严重 他们就最近的就是22号周末 他们重演 这个除了围堵机场之后 重演这些破坏 这个公共设施 主要是港铁的几个车站 就是这次有五个车站 然后就是逐步升级对警署的攻击 从照射什么激光啦 投掷 这个燃烧 就是汽油瓶啦 然后这个群殴这个路人 有一个被攻击的港人 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打他 但因为传来白背心 传白背心 这方传来黑眼就打 而且下手非常狠 打得满满是雪 不住手 还有被打欢的 就是他们在逐步升级 那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看这个港府的做法 就香港特别行政军的做法 他们除了一再呼吁 要制暴止乱 呼吁 呼吁港人要站出来 要讲话之外 采取了几个重要步骤 第一 就是撤回修例案 第二个就是香港政府现在推出 马上就要做 就是要开这个政府和民众之间 面对面的沟通 据说是预计150个人的见面 报名就有一万多人 一万多 一万多人报名 他用电脑选了150个人 但我想这个绝对不会只是 是一场 到底究竟这场 能解决问题吗 所以我重点就想在 我想这是一个步骤 第一个撤回修例案 是一个成绩 第二个就是说 向市民直接讲 其实在我们桥界猜 第一个座谈会的时候 我就说要了解 究竟你们怨的是什么 恨的是什么 你们要达到什么目的 对吧 起码要通过面对面的沟通 了解这三件事 当然现在香港政府已经推出了 比如说一些经济上 对市民有直接帮助的政策 还有就是说 也认识到香港居高部下的楼架 和旧业男 生殖男等等具体问题 都表示要对这些问题 进行这个处理 所以就是说这个态度也表明 这些场我想它举办 不准一场也好几场也好 最终我想它一定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说让香港市民 把他们心里所想的 这里无论对不对 无论做到做不到 把心里所想都讲出来 不也未必那么容易 因为现在香港的街头的抗争 特别是街头的暴力事件 是一帮无组织的年轻人的行为 他们是没有 如果说他们有组织 后面有人支持 你可以跟他的后面去谈 现在他们是没有组织 他实际是有主意 但是这个策划人 是藏在后面的 所以我想 像主持人提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人都会想 人说你这样面对门会谈 起不起作用呢 我想他是起作用 他起的是什么作用 就是说我们了解 这个纠正办机场 就是说你的意见 充分得到发表 那么政府 这个香港特别行动 要综合给予回答 或者做具体步骤 但是我们讲 这个结论在 也许你认为没有作用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人 不是第一 绝对不是仅仅为了表达诉求 第二 也不是在寻求解决的办法 如果他们开启这会之后 证明了这一点 那对于香港市民 和整个关注香港事务的人 就拿出了一份答卷 就看这些人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他们在制造问题 制造什么问题 你看一开始他们要激怒中央政府 就是想制造流血事件 从而加剧乱港反中的这样的一个 推动这样的一个步骤 到现在为止 他想达到就是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说你不管也不行 因为我们想香港现在的局面 那很多人香港市民 国内就是内地居民 以及市局上都要问 那香港政府是干什么呢 为什么这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能够特别到了无法无天 这种攻击警察 而且22号在发现他们企图 有人企图抢夺警察的枪支 就是总而言他在不做生意 那么你的中央政府和你的香港特别区政府 难道就一直做事不管指示表示诚意吗 那是绝对不够的 市民是不会答应的 现在我觉得香港应该两个问题 一个是香港市民 再不能抱着做事 你如果是想出口气 想看一看热闹 也应该看够了 这是第一 第二作为政府 我想在国庆节之后 不会太久时间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不会让它无限期这样办 那你政府等于无作为 只是目前我想应该先把 这个截止过去之后 它是会解决 因为这个从 你想我们有这样想往 香港市民和国内的内地居民 以及世界上关注 都会有这样一位 难道他们就可以任意让他们这样 肆意地来破坏公共设施 肆意地来 这个殴打 旁观者 甚至是路人 无法无天造的 到底对香港直接的经济损失 和间接的 这个后果的影响 这个最后 这个谁来买单 那你只能说 那是你香港 香港市民你自己承担 是这个后果很明显 但是你这政府作为在哪 所以我想目前 这个阶段 任何事 有人说 有人说 那一开始你就可以做 不 任何事情 它都有一个过程 我说到过程 刘先生 这个现在的 现在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的焦点 这帮孩子已经意识到了 是 他们可能会面临着 秋后酸仗 是 毕竟香港是个有法治的地区 对 香港甭管是遵循的基本法 还是什么样的法治 你砸了那么多公共设施 打伤了那么多人 你们这些人 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吗 不可能 你们就上街游行 就可以用一句话说 我们是游行 我们有政治诉求 所以你都可以打人 所以你可以破坏公共 我看到那个录像上 一个年轻人 拿一个很长的铁棍 就是把地铁上面的 所有的玻璃的围栏 一块一块玻璃全给打碎 对 那跟你的政治诉求 有什么关系 那跟你的要求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 这个问题了 他们提出的新的要求是什么 不仅要释放所有被抓的人 不仅要不能给这次的游行 定性为暴乱 而且要免于启责所有人 我杀了人 你都不能提出我 所以这样的诉求 这样的要求 尽似无理的要求 你觉得特区政府 中央政府应该答应吗 尽管他们是年轻人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